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陈浩是1032到1085年 也才53岁了 他自博存 被尊称为明道先生 然后他和他的弟弟陈英被并称为二臣 由于他们俩长期都是在洛阳讲学 那所以围绕他们而形成的学派就被称为洛学 我们知道就是宋明的一些氛围联洛官征吧 从地域上 联派是周登宇 洛学是二臣 官学是张展 明 明学就是朱熹 那么二臣他们就是以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孟子以后 中淡了1400年之久的辱学道统的真正的承接者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自我定位并不算夸大 我们会发现整个北宋的这些思想家 他们真的是有一种让人很羡慕的气势 就是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都知道自己在历史上会 思想史上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 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小时代 这也是有点感叹的 那么他的弟弟陈一为陈浩 陈浩去世以后 他就为陈浩写了一个形状 就是记录他的一些生平的这些事迹 和一些基本评价 他评价他哥哥 他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史 文汝南周茂书论道 岁宴科己之夜 泰然有求道之志 为之其要泛滥于诸家 出入于老侍者记十年 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里面主要是讲成了 他的一种求学经历 问学经历 先是受到周敦宇的启发 然后他是出入佛老 反诸六经 这当然是宋明时期 很多理学家思想发展的 常规道路 基本上像张宅也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他能够出入佛老 然后又返回六经的 这种求之若渴的前提 就是他有什么 凯然有求道之志 他有求道之志 但是我正面要强调的是 这就是陈昊的这种求道之志 他其实并不是种子 并不是周敦宇拨下的 而是说陈昊心中早就有了 那时候他就岁宴科己之夜 就有求道之志 我觉得人有时候 真的是一个天生的 天生他就是完成这个事情 才活到这个世上的 那陈昊可能就有这种使命感 就觉得我就是求道之人 我科技公民对来说并不重要 当然周敦宇作为一个老师 是明确并且坚定到陈昊 以道为业的人生追求 就是理由这个种子 我们知道 种子夭折的多老去了 所以碰见一个好老师 在需要种子培土的时候 破土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老师 那是相当重要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陈昊这个人 他天资特别高 思想成熟早 据说他在十岁 甚至说不到十岁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首诗叫 《卓滩玄》 其中就有一句话叫 《忠心如自顾外物启能迁》 陈昊的诗也写得很好 是吧 那我们读这诗真的 你不相信是一个 十岁左右的人写出来的诗 《忠心如自顾外物启能迁》 其实这首诗诗已经看出他的一种高度的一种敏锐 他对儒家的根本精神 已经有一种精准的把握了 就是忠心要自顾 就是你这个忠心是什么 就是你的儒家道统 就这个儒家道统就是他立身形式 并且要发扬光达的根基 而且你站在这个儒家道统之上 那别的那些乌七八糟的 五迷三道的东西 那就靠边站了 叫做外物启能迁了 是吧 我们今天也是 不管是做学问做事 你要一个好的一种观念的根基 思想的根基 是吧 你要扎根 我们说的 那你才能够 不是像扶贫啊 很多人就是追逐热点吧 今天这个热追逐这 明天那个热追逐 那它是忠心 就没有固守的忠心了 那么周敦仪对陈昊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他等那种淡定洒落的人生态度 这个是陈昊受到很重影响 当然就是 陈昊兄弟都是周敦仪的学生 那么像陈怡 他对周敦仪就比较不满 不感冒 陈怡就很少提周敦仪是他的老师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这也是说 周敦仪能够跟他叫做什么 情投意合吧 就是 是吧 同气相同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天注定的东西 那么周敦仪在给他们 开始教书一开始 他就令二臣兄弟的 要去寻找孔颜漏处 就是颜徽和仲敌 他们所乐何事 为什么像颜徽这样的人 一单 食一瓢饮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就是为什么颜徽是感觉到 整天是乐呵呵的 傻乐呢 他乐在何处 乐在何处 我们前面 其实讲 讲那个周敦仪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是吧 那么 后来陈浩呢 这个就再度了 就向周敦仪呢 就是请教了 是吧 那么回来以后呢 这个 他就说了 他说 猛自在见周冒书后 隐风弄月以归 有物以典之意 就是说是 我们知道 有物以典之意呢 也是论语当中的一个故事吧 就是 孔子跟什么子录啊 燃友啊 龚生华一块 就问他们的志向吧 那些人的志向 有些要立士工啊 有些要搞祭司啊 有些要强调这个 让人民富强 和礼仪之志啊 都是觉得治理是最高的一个目的 但治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只问到真典的时候 真典就说是吧 我们是牧村是吧 就是什么 官者六七人是吧 就是童子 官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吧 我们就开始到 去郊游是吧 然后迎着风啊 就是春风陶醉 然后呢 就勇而归吧 是吧 就是这么又宰个债务 那么 这就是 这种比较洒脱的一种 人生气质吧 那 孔子就说 那我更赞同你 这样的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 那对陈昊来说 他就觉得啊 活在道中的人 就应当是如沐春风的 悠然自得的 是吧 他为什么能够 这个迎风弄月的 并不是那种道家的 就是所谚见功名利禄 他还不是这回事 而是说 我确实是活在了道中 是由于这个道 给我带来的一种 悠然自得的一种 坦然的 光明的一种人生气质 所以我就不必处处防茧 持之态势了 我就不用 活在道中了 我就不用再 患得患失了 不会再操心和忧虑 是吧 那就像陈昊在他的另外一首诗 叫做《偶尘》当中 他所表达的 他说 云淡风轻 静如天 望花水柳 过前川 旁人不识 雨心乐 将未偷闲 谁少年 是吧 这样的人生境界 才是符合 儒家的那种 生动活泼 激情斗关的 生生之底的 我们待会儿要讲 就是陈昊的这种天道 天理 是一种生生之理 是吧 那么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弟弟 陈宜 就堵实严谨 陈宜的思想 就一直在发展 陈宜的天资也很高 相对来说 张宅的天资 比他们要弱一点 是吧 那么陈宜 现在也是到晚年了 才真正养出 宽厚的气象 但是比陈昊 还是 就从人生的这种 境界和气象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陈宜就说了 陈宜继续评价 陈昊他自己曾经说 他说 他是能够使人 尊严师道者 五弟也 就我的弟弟 但若接引后学 随人才而成就之 则与不得相让业 就是 我的哥哥呢 我的弟弟呢 他能够尊严师 尊严师道 能够体现出师道的尊严 是吧 但是我呢 作为一个叫做 阴才师教 让人们都能够跟着我 能够如目春风的 那个学有所得 那我还是更厉害的 是吧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下节课要讲陈一嘛 就尽管陈一呢 当过皇帝的老师 但是他确实作为老师呢 是过于严苛的 不能够和颜夜寿 阴才师教 所以无法真正接引后学 而陈昊呢 他大部分时间 虽然也当官 但他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在读书和讲学 收土地 他居住洛阳十多年了 记载了 世之从学者 不觉于管 又不远千里而治者 日夕迎门 白天晚上都是门庭若市 是吧 希望实归 人都所义 而且大家空手而来 满载而归 你想吧 这是收获非常之大 那么不接触陈昊的人 觉得他这个人 因为他非常坐得住 他坐得住不是他的忍功 而是很自然淡定的 所以他终日坐如泥树人 但是一接触他 就会发现他浑然一团和气 是吧 所以他非常的符合 就《论语》里面讲的那种 望之言然 寄之也温的这种形象 那陈昊他在53岁气势 他的气势 相对来说 还是气势比较早一点的 他对于北宋的道学和政坛 都是巨大的损失 比如说从政坛层面 他当时他的学样和人格 是他成为当时 唯一能够让司马光服气 并且能听得进去的 司马光也是 前清一时 是吧 然后当然学问也非常厉害 但从哲学工地 肯定比不上陈昊 但他就服气陈昊了 是吧 我们知道司马光当时是保守派 反对王安石的变革 最后这种反对的 就变成了一种党争吧 是吧 他就比较激进了 但是呢 陈昊虽然也是属于保守派 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是吧 所以有的人就假设 就是说如果陈昊多活几年 那么司马光对王安石一党的做法 就不会那么极端了 那么北宋的历史 也可能会改写 是吧 那么这是从政坛的说 从理学上的这个陈昊 其实他在宋明理学史上的这个地位 是非常之高的 后来的理学家呢 或多或少 都是受到陈昊的这种影响的 就是这些理学发展 最后你要回到这个思想边缘 最后一定是要回到陈昊 这个点上的 尽管陈昊我们知道他的观念 好像看上去是非常的朴素 和简洁的 他的学问 从逻辑结构来说 似乎不如周登与严谨 我们周登与 我们看他的这个太极突说 是吧 虽然文章很大 但是一个严密的一个体系 而他的思考论证呢 不如邵庸 详敏 这没问题 邵庸的数学嘛 然后体系化和深刻程度 当然是赶不上张宅的 但是呢 你想陈昊能够让张宅是 静气齐学而学焉 那他的思维品质 是有过人之处的 而且呢 正是陈昊 他真正是从学理的高度 确立了理学的一些 最重要和基本的范畴 比如说理 人 臣 静等等 就自陈昊以后 这些都是 你要讨论理学 讨论中国轴协 永远都避不过 对这些基本的概念 核心范畴的讨论 这是陈昊所真正确立 或者发扬光大的 是吧 就是以后的儒家轴协的发展 自陈昊以后 就有了真正规范的 学术话语的建构 而相对陈昊来说 其实周登与 少庸张展 他们的思想 当然在思想实际上 都是很厉害 但是呢 就更具有过度的性质 我上节课说过 过度不一定是不好的 是吧 那么如果真有儒学 第二期的发展 那么真正第二期的奠基者 毫无疑问就是陈昊 那么我们知道 陈昊平时呢 没有著什么书 他的讲学语录和文稿 以及他的一些诗文吧 是以他的弟弟 陈一的语录 河边为河南城市一出 现在主要输入到 那个中华书籍的二层级 那么二层级有很多地方了 他我们是不知道 分不清是大层还是小层说的 但基本可以判断 就是二层级的这个前面 二先生约的部分 如果没有明确说是正属约的 大致可以归到陈昊的名下 那一般讲陈昊呢 基本上是以二层级的 前面的实卷内容为主 那陈昊和陈一呢 虽然合成二层 他们学说被朱熙称为叫做洛学 但是其实二层之间的这个差别 是非常大的 我们下次不仅是个性的差别 下次我们讲陈一的这种思想 就会知道 但陈一从底学思想来说 当然比陈昊要更成熟更系统 那他们的差别实际上 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新学 跟理学的差别 就是陈昊是新学的源头 陈一是理学的源头 当然其实这种概括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陈昊呢 他比起陈一来说 他会更注重对于理的一种内向的体验 侵蚀外在的知识 但后面跟陆九元这么极端的不一样 陆九元就直接说可以不用读书了 走向有点禅学化 但陈昊当然也强调要读书的 所以陈昊不像陆九元那样强调 心既是理议 也不像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 是吧 所以他对内向体验的强调 主要是基于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和诚意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其实并不是南宋的新学和理学的根本分歧 注意后面到明朝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陈昊所代表的方向和陈族理学的差异 并不像后面所理解的心学和理学的那种差异那么大 而是说他们的这种境界的体向是有所不同的 这是一点交代 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进入陈昊的核心的一些思想 首先来讲他的天道观或者天理观 那么如果说宋出三先生时期 他们那时候的辱学复兴 我们知道主要是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展开的 比如说当时的像韩一等主张的这种古文运动 就是反对那些萎靡之词 华丽之词 就是空洞无误 文与道的关系 那么二成时期 其实更多去关注精与道的关系 我们知道周敦仪提出了文与载道的一种说法 他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词章之学 而二成提出了经所以载道也 就是针对经学的这种训古之学的学风 就二成他指出了 他说经之学者 妻而为三 就是今天的这种学派的风为三种 第一种是能文者为之文士 读经者离为讲师 就读起读来读成一种教条主义了 然后为知道者来辱学语 知道就是知道 辱道的意思 知道要分开 他们也有另外的说法 就是学者有三弊 一是利于文章 就是主而这种文词文采 第二是迁于信孤 就是经学 就没有思想 就转向信孤之学 三是祸于义丹 义丹当然就是佛和老 整体来说 二成的道学 正是以文章信孤和佛老 为主要的对立面 而他所谓的知道者 才是真正的辱学 他知道的道 主要就是指辱家的精神传统 所以他们都认同 含义所谓的道统师传的说法 而首先接续光大这个道统者 毫无疑问就是陈浩 所以陈一就评价 他说周公墨 圣人之道不行 孟科死 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事无善志 学不传千战无真辱 先生就是这陈浩 生于千四百年之后 得不传之学于宜经 至将以思道绝思明 他还说陈浩是使圣人之道 焕然复明于世 盖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当然这个都有说 说张宰的西命 陈浩他们夸也是一人而已的 但是不同的角度 那么陈浩对这样的一种定位 我就是孟子之后的第一人 肯定他也是当仁不让的 是吧 所以陈浩曾经说过 他说 物学虽有所受 天理二字 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我们前面讲 邵雍也讲过 邵雍也提到天理 但是那时候天理在邵雍那里 并不是一个核心的 很自觉的一种 哲学建构的一种范畴 是吧 而到陈浩之后 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天理就是所谓的道 陈浩是天理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 那么整个宋明理学 后来就继承了 二层对于理的重视 这也是人们把这一时期的 新武家 称为理学的基本原因吧 那么我们来看陈浩他对天理的 这种论书 其中有一段最经验的概括 他说天理云者 这一个道理 更有甚穷义 天理就是唯一的一个道理 没办法再穷尽了 所以不为谣存不为绝亡 人得知者 故大行不佳 穷居不损 得行者就是不争不解 是吧 这上头来 更整身说得存亡加减 是他言无烧窃 百里俱备 这个你是浑然一体的 一无所缺的 叫言无少窃 啥都不窃 所以百里俱备 是吧 那么根据这一界定 我们其实可以把陈浩所阐述的 天理的内涵总结如下 首先在他看来 天理是普遍而完满的 他是贯通一切的道理 不能存亡加减 叫做言无少窃 百里俱备 陈浩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说 所以为万物一体者 皆有此理 道之外无物 物之外无道 是天理之间无事而非道也 这也是他的普遍性 所以离物非道 离道非物 道是普遍存在于 以宇宙万物之中的 所以在陈浩看来 像自然规律 社会规范 人性知力 以及形式的毅力 虽然各有其范围 但实际上都是统一于 普遍的天理 所以天理 天理是普遍而圆满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天理是客观而永恒的 还要加一个所以然 所谓的所以然是 它是自然而然的 不受人为的东西的影响的 所以陈浩说叫 不为谣存 不为绝望 同时也是永恒的 是吧 这陈浩所谓的 认为的天 并不是什么人格化的上帝 他只是宇宙的普遍法则 他说天者你也 神者妙无万物 而为严者 他还说问 天道如何 也只是你 你便是天道也 你看 且说如皇天正度 终不是有人在上面正度 只是你如此 这皇天正度 只是一个理人化的说法 但是天理本身 他就是自然的 所以然 所以他具有一种 本体性的地位 是最高的范畴 他是一个所以然 这是在自然的 客观的层面 那么但是第三点 天理又是人 应当去服从和发扬的 所当然 我们要把天理 一个是普遍的 一个是客观的 所以然 一个是主观的 人应该顺服的 所当然 不仅要顺服 而且要发扬光大 对吧 就是万物皆有理 顺之则意 利之则难 那个顺和意的主体是什么 当然就是指人 所以他说 人得知者 故大行不佳 穷疾不舍 就是人得到天理 就成为圣人 所以陈浩还提出 有道有理 天人一也 更不分别 就是说天理 天理最重要的 诺者叫做人 就是人跟天 叫什么 合一 因此万物一体的基础 不是弃 而是理 这个意义上 天道就类似于什么 神圣的自然法则 对吧 人是不能违背的 所以说 善则理当喜 恶则理当恶 就是 所以说 人应该就是什么呢 不能得罪一天 是吧 就是 获罪一天 无所导有 孔子说的 那么 陈浩后来提出性基底 当然他没有完全发挥 是吧 他因为人性的 道的本质 就是禀受 的那种天地之理 所以以后的理学家 也普遍地接受了 这样的看法 虽然陈浩没有明确地 提出性基底这个范畴 但是陈浩的用法当中 你就是人的这种理性 所以他说 你胜则是名 弃胜则遭福 就是如果你得到胜 那事情是一目了然的 是吧 如果弃 你的欲望 欲弃这些胜利的 你就会违背天理 就找来各种 诅咒 艳恨 所以儒家传统的这种 天人合一思想 就在这种天人 毅理学书当中 找到了新的形式 有时候就是一个 看你概念的一种 提炼能力 和解释能力的 一种强悍程度 是吧 陈浩的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陈浩的天理学书 它是把人道 提高到天道的意义上 去论证普遍性和必然性 把人类社会的某些 道德规范和原则 提升为本体意义上的 宇宙法则 这样才能够叫 以物代物 不以己代物 就是人要放下小我 就是最后要归于大物 所以后面讲 它是万物一体 是吧 所以陈浩的底的概念 它就把事物是什么的 这么一种描述维度 和人们应当如何 根据事物的本质 去对待事物的规范性维度 统一起 所以这是描述性 跟规范性的统一 就是所以然和所当然的统一 这是第三点 它是天理观的第三点 陈浩的天理观的第四点 是天理是生生不息的 他这方面说了很多 他说生生之为义 是天所以为道义 天只是以生为道 这一点我们后面讲 生之为信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地展开的 那么这是我对 根据陈浩的论书 对天理他的天理观的总结 那么二臣提出天理说 和他们在思想方法上 注重区分 行而上和行而下 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周一细词里面 就提出一个命题 叫行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弃 那么当然对这话 怎么去解释 这就体现出不同的一种 思想的力度跟高度了 陈浩就说 阴阳亦行而下者 而曰道者为此语 结得上下最分明 原来只此是道 要在人莫而时之也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凡是物质的 具体的东西 都是属于行而下 是气 那凡是普遍的 抽象的东西 都是行而上 是道 以感性存在的东西 它是行而下的 只有用理性 去把握的东西 才是行而上的 那天地 万物 阴阳 都是行而下的气 而事物的规律 本质 共相 才是行而上的道 所以因此要区分 普遍与特殊 理和物 道和气 这是哲学的一个 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在这里呢 陈浩特别指出 亦阴亦阳之未道 就是他就说 这样的说法了 未能真正分清 道和气 因为阴阳时气 是行而下的存在 是不能成为道的 这一点呢 后面到陈宜 有了更清晰的解释 和发挥 那这是陈浩跟张宰的 气本论的不同 因为在陈浩看来 只有行而上者之未道 行而下者未之气 这一句才是 节德上下分明 就是你才能够想清楚的 才思想上 做出了一个清晰的 一个界定和气氛 才能把感性理性 具体抽象 现实和本质 气氛开来 但是呢 在张宰这里 当然阴阴阳本身 就是一个气 就是一个道 这是不一样的 他就认为阴阳这东西 不是道 只是气 当然 在陈浩那里 对于道如何去理性的把握 是和我们今天 所谓的纯粹的逻辑推演 或者理性论证 是不一样的 他强调叫 默而置之 默而实之 也就是说 要从省察反思入手 把自己的生命 跟天道融为一体 是吧 那么 陈浩还同时指出 他说 行而上为道 行而下为气 须诸如此说 气一道 道一气 但得道在 不系 今以后 即以人 道就是永恒的东西 对吧 它是穿越气的 那么就实际存在来说 这是讲实际存在 前面讲是从逻辑上 气和道是 行上行下 是严格区分的 但从实际的 这种实存的层面 道一气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独立实体 就是没有道 这个严格的独立实体 而是道不离气 气不离道 道就在气之中 气之中也必有道 因而道之外无物 物之外无道 人的认识 就是要在人能 日用当中去见道 在一切的具体的事物上 去认识宇宙的 普遍的原理 所以各位们可以看到 陈浩一方面强调 道与气的分离 那某种上 那就因此说 陈浩的思想 分析性太强了 然后刻意强调分离干什么 可是另一方面 又有人认为 陈浩说道与气不相邻 又过于严重了 明明都分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分别扫掉 你不是又玩这个 禅宗那一套吗 是吧 这个 佛说世界 既非世界 世民世界 是吧 金刚经兵经常这样说 那这就是一种 有一种惨玩 玩惨玩游戏了 是吧 那么从哲学思辨的角度 肯定需要彻底分清楚 才能够使范畴更加清醒 就为这些思想的创造 要提供更大的空间了 是吧 这是不同的一个意见 就是你分清楚好 但分清楚好 那有人批判 你陈浩你想给他言容 又说道具实气 就到了 有人觉得你要搞一些妥协 是吧 这就不对了 就陈浩做人了 他不会那么僵硬的 是吧 他跟陈一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我们已经把这个 他的天理观的特点 以及他的这种来源 是吧 就是从方法上来源 讲清楚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的这个对象 他为什么提出天理观 那主要是 他在批判佛教的当中建立起的 同时呢 天理观又成为了 他对抗 佛教思潮的 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们知道在伊林武器年 陈浩 张展 二叔和真骨 同众进士帝 那么之后陈浩呢 就任金兆府护县主部 就今天的护县 当时就传了 这个南山有一个寺庙 里面有一尊石佛 说他头部放光了 就吸引到远近的人们去聚观 聚观的结果就 南里是昼夜 杂然相处 我们知道那时候 一般旅行都是不能够 是吧 怎么能够跟南的打在一处呢 是吧 就很不成体统了 而当地地方的主阵者 因为害怕这个石佛的这种灵异 有神灵嘛 就不敢去禁止 那么陈浩文报以后了 就亲自去查处这个事情 他到寺庙就对这个僧人说 他说如果这个石佛的头部 再次放光 你首先告诉我 你先不要告诉那些民众 你首先告诉我 然后其他人都不准前往 我亲自去看 他的头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他这样一说了 石佛的头部就从此不再发光了 肯定有人是在故弄弦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理学家的理性精神了 他一方面是以他的理性思维 根本不相信什么灵异事件 就戳破了那些故弄弦息的这种神话 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他之所以要反对这个 是因为什么 他也是以天理秩序 文一剧 禁止 难理 杂储 以整顿风俗 人间的秩序 不能乱了 乱了就是不符合天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小的事件 看出 陈浩他把天理观 贯彻到他的认识论 以及他对具体事物的处理当中 很了不起 那么陈浩 他在批判佛教的过程当中 就树立到辱学复兴的基本方向 就是他所说的自明物理 我自己把自己的理 天理天道立起来 佛教 什么辱教 什么道教 不攻而破 所以他说 唯当自明物理 物理自立 则不必以之尊 我们还跟他争什么证 是吧 自明物理 就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了 行而上学的基础 有了这个天理的根基 真伪自变 不再需要跟佛教争辩 是吧 他看到当时的这种 禅邪风气的这种危害 我们后面知道 像苏氏这些 最一流的头脑 也都受到这些禅宗的这种 这种影响 是吧 他就说 这危害太大 太大 他说古代佛教 得鼎盛 不过是普通人会形成 偶像崇拜之风 但是到陈昊那个时代 他就开始发现 佛教自喜 他有性命道德之力 而且他的毅力 觉得自喜是很强悍的 而且他可以及时救度世人 但是呢 在陈昊看来 这不过是凌空倒虚的 一些旋理 他们把那些有才华 天分高的人 都吸引过去了 而且陈昊说 而且是才亦高明 则献力欲生 而就是才华越高的人 越容易陷入禅宗 佛道当中 是吧 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 什么 一些都北大清华的高财生 都出家一样 什么扭智语 我今天不得不批判一下 我作为一期三言两语 专门说这个事 我个人选择 我不管 你出家在家了 当时你都选择 但是呢 我现在扭智语 不是出家以后 然后他觉得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觉得出家不如在家 寺庙里面也是乌烟瘴气 比社会复杂 他就还俗了 还俗和他现在 北京一个心理执行所 我在抖音什么 我没时候刷抖音呗 是吧 我就看到柳志宇 给大家讲心理执行 哎呀 我给说实话 他讲那些心理执行的 浅薄都不得了 是吧 太肤浅 我是觉得太浪费才华了 他好好学 他的数学多好 是吧 没办法 是吧 所以陈昊说了 他说 禅学者总是强生士 没事找事 其实所谓的 没事找事 就是说他们 不明天理 网渡天理 是吧 反之 儒家的天道 是可以 可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儒家的天道是实在的 佛教的这网渡天理是虚的 实和虚 怎么可能同日而云呢 所以陈昊强调 不必与之争 就有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为了争辩 你不得不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佛教 等你研究头脑 你已经被耗尽去和陷进去 是吧 你就没有时间去进行人间正道的 建设性的工作了 所以他说对于佛教 我们要像银身美色一样对待 就要眼力它 不要让自己意见试探 但这并不是说理论不自信 我害怕魔鬼攻击 不是害怕攻击 不是这回事 而是说我们人生的经历是有限的 就像我平时 我肯定不会看地贪文学 看垃圾塑造 为啥 也有好 我相信很多的网络文学里面 当然有好的东西 是吧 但事实上当中好的东西 是你说大弄掏杀一样的 你从一堆垃圾里面 当然都能掏出一些好东西 但是不是他都会时间经历 我还不说直接读精华 是吧 读经典 对吧 我及早都把生命投入到 有意义的红道事业当中 所以这也是我说 我们为什么要读宋明纽学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 最一流的经典 这是我一直倉导的 对吧 你的站位就是不一样的 你的思想的品质 纯度就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读这个 你的分辨能力就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学学 像陈浩 他就说佛教 他说是以管亏天 看到了一些道理 但是看不见天的整体 不识阴阳昼夜 死生古今 有体而无用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佛教是什么 以生死恐动人 就以生死去吓唬人 吸引人 可怕2000年来 无以人决止 就大家都没认识到 佛教最大的危害吗 就佛教他把生死是什么 为什么叫恐动人 他认为生老病死是什么 烦恼 是需要摆脱的对象 叫做为解脱而解脱 但儒家不一样 儒家孔子说 为之生焉之死 我以前对这句话 我是有非议的 因为我有时候 稍微受到海德格尔的 像死而生的影响 说为之死焉之生 其实佛教的 为之生焉之死 和为之死焉之生 是一回事 对吧 就说是我们如何 好好的活 活出一种本分的生 你活着 你就把活着的事情做好 死是一种绝战的一个东西 你考虑他干什么 这就是最好的交代 你像佛教 整天就讲着解脱干什么 像很多老人 整天想买保健品 干什么的 你活得好 活在道中 你生命的寿命 比你吃保健品还管用 你整天操心 我要保健 整天觉得 我今天又有小病 这个又有那病 完了 你说不定第二天就嗝了 是吧 整天想着解脱干什么的 这不就是恐惧死留恋生吗 可是佛教的留恋生 又不知道生的意义 只知道生就是为了摆脱轮回 这样一来 生就成为了什么 纯粹的为了解脱的手段 我这几十年成为了一个手段 你觉得有意思吗 是吧 所以他说佛之学 唯怕死生 只管说不休 说起说来 我们要操脱 要空要空 你哪怕明白空 也没必要整天挂在嘴上吧 这就叫做强生事 反之你看陈浩德态度什么 圣贤 以生死为本分事 生就是生 死就是人的本分 人就是有生有死的 这就是本分 本分的事情不要操心 早晚每个人都要迎接这一天 你管他干什么了 是吧 我们所以要以 人道服从天道 把人道发挥到极致 这就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这就是本分事 是吧 那么前面讲到 就天理是万物一体的 陈浩对佛教的批判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佛教追求解脱了 他也是一个自私自利 没有看到万物一体 就还是从自我的身体出发 要立自己的身 所以要去根层 我生命要达到一种 极乐的永恒的 涅槃的境地 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规模 用陈浩的话说 尽管大臣佛教也讲 后面讲我们要入世 要普度众生 可是你们发现没有 大臣佛教其实我觉得 比小臣佛教有时候还稀微 小臣佛教很好 我就是自了害 我就是解脱自己 大臣佛教说 我要解脱别人 但你解脱别人是什么意思 你入世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入世 但你入世的目的就是 要众生都随着你出世 这叫解脱 应该说你真正的入世 就是让众生都好好入世 结果你入世目的 就是你们都跟我出世 他认为这叫做普度众生 那于是 他就把这种不可普遍化的 生活方式加以推广了 对吧 这是陈浩德又一点反驳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了 陈浩德反驳得很 我们上次讲张宅也说 他们的反驳 你会发现层层深入 就是接到毅力的层面 就抓住你佛教 在毅力层面的一些 核心的问题 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 他讲自己跟儒家 我们跟儒家是一样的 我们是心通极易 这就更近迷惑性了 我到一些寺庙就发现 很多人给我讲佛教 佛教也讲什么 我寺庙面贴的那些标语口号 也都是我们要讲孝道 要孝敬父母 佛教怎么可能孝敬父母 这不是扯吗 是吧 佛教就是要舍弃一切的父母家人的 对吧 你出世吧 你怎么还孝敬父母呢 但他就说我们跟佛教就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跟儒家就是一样的 对 我们都要爱国 爱什么爱什么 这都是偶像崇拜 佛教应该说是最应该反对偶像的 对吧 好像就是辱佛的道理是相同的 只是表现不一样 那程浩就心里都指出 他说你这种说辞是 弥听力而大难争 叫做混淆视听 混淆最根本的界限 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 实际上是以假难争 更具迷惑性 因为辱佛之间的不同 就是鸡不同 心也不同 你的行为不同 你心也不能说我行为不同 但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因为程浩说心积异也 你心里想的和你心出来的东西是一回事 岂有鸡飞而心是一样 不是说你行为不一样 心是一样的 他说正如两脚要行走 我本不想走 他两脚自行 可能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你那些宣传佛教者 其实是很不真诚的 我们后面要讲 陈浩 马上就要讲 他非常强调 陈这个核心概念 是吧 人要真诚 人要真诚 好我们就来看第三 他的另外一个思想 叫从以诀言人 到成敬和论 就关于陈浩的 这个论人的这个语言论 他有一个劝人篇 他说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极也 任得为己 何所不知 若不有诸己 自不以己相干 如手足不仁 弃以不惯 皆不熟己 手脚麻木的时候 那么你就感觉到 手脚不是你自己的 他以这个人 就人强调是 就像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就是人就像手脚 是以身体为一体的 然后第二段话他说 学者要先识人 他有个识人篇 他说人者就是浑然语物同体 义理智性皆人也 人义理智性 人是包括义理智性的 所以识得此理以后 叫以成敬存置而已 我们识得到什么是人 但是重要的是要以成敬 这两个关键词 去保存人 保存人后就不惜防茧 不惜穷索 再不用苦心经营 去处处提防 是吧 这是他所说的 你有未得 才会求索 如果你已经得到你的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的 整天还要去找了 这也是称号的另外一个 人生怪局 他另战的一种 喜乐吧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此道 与物无对 就是大不足以明知 天地之用 皆我用 就是天地万物 没有一个能够和道是 道之大事相抗衡的 所以道就是一种大我 所以说最后呢 当我以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我就是人 这就到达一个什么境界 孟子所说的境界叫做 万物 皆备于我 因此习反身而成 乃为大乐 最后得到以后 你获得了一个乐 其实这段话 已经解释了 什么叫做孔炎之乐 是吧 我们来解释一下 那我们知道 这个人学 非常重要 是吧 陈来先生还有一本 重要的著作 叫人学本体论 这被认为是 辱学第三期的 一个重要著作 是吧 人学本体论 因为中国的整个学问 核心是人学 是吧 但是先行儒家的人学 他和宋明理学的人学 是有点不一样的 先行儒家的人学 他强调是 博师济重的 人道主义 和科技妇女的 道德修养 但是在陈浩看来 这还不算是 人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博师济重 只是人的用 或者表现 还不是人的体和根本 人的最高境界 精神境界是什么呢 这两段话说 以万物为一体 浑然与万物同体 就是把自己跟宇宙 看成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整体 把宇宙的每一部分 都看作是 与自己有直接联系的 甚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 有这种境界的人 他所了解的我或者己 就不再是个体的小我 而是万物皆我 我义万物 这就是成来概括的叫做 以一体言人 一体言人 但是对于人的这种 一体性的最好的说明 证明几例的 是什么 人的手脚 与身体的关系 在肢体麻木的情况之下 人就不会感觉到 肢体是自己的一部分 这就是什么 不人 所以一个真正 有人的境界的人 必然是真切的感受到 自己以物同体 莫非己也 气不惯 则体不通 所以这一点 就是用手脚和身体的关系 要打通 要通气 这叫以诀言人 实际上在成好之后 你们会发现 以诀言人 是以一体言人的基础 就是我首先要感受到 然后才能讲 我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注意这种逻辑关系 现在我们就进一步讲 这个觉知的觉 它指的是什么 就什么叫做以觉为人 就是我怎么能够感觉到 我的手脚 跟我的身体是相同的 那很显然 你们第一个理解就是 觉它就是指 跟万物的一种什么 通感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 我对他者的那种 受伤害的臭隐之心 看到他人受伤害 我就仿佛是觉得 自己受到伤害 这叫做觉 但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一种关联 但是陈昊这里面讲的觉 更主要的涉及的是 一种知觉 体认 毅理的问题 觉是觉得是毅理 不仅是彻异 是吧 这个毅理就在于 人者浑然 以物同体 但是这种浑然 以物同体呢 我们讲张仔也讲过 张仔也讲博爱 是吧 人即兼爱 是吧 但是呢 可能会留意兼爱 所以陈昊这里面 马上第二段 他就补充 人者在以万物 同一体的时候 还包括什么 义理智性 都是人的不同表现 是人的最高原则的 具体化 这一点是对 儒家传统伦理的 伟大的一种发明 对吧 我们知道 人义理智性 在这里就不再是分开的 他们是具有一种 内在的统一性 所以正是因为 经过陈昊的 这么一种惨法 到了诸子那里 人包四德 就成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对吧 为什么人必须包含 理智 信 义 人不是一种 无原则的 无是非的一种爱 是吧 我们动不动就讲 普世之爱了 在陈昊看来 包括在周登宇看来 生是人 杀也是人 爱是人 恨也是人 你不要认为恨就是不仁 要看情况 符不符合 义理智性的标准 世间万物 有春就有秋 有生就有杀 杀就构成了生的环节 所以人并不是 无原则无是非的 而是要根据 义理智性的准则 加以权衡室友 这叫人包四德 当然后面还会残发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陈昊的人学 他的人学与张展 当然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 他所说的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任得物莫非己 其实就是张展所说的 是天下无义物非我 以及张展在西明当中 所阐述的 明包物语的观念 宇宙的每一部分 都是与我是修器相关的 所以陈昊为什么 非常推崇西明 他说西明猛得此意 他说定完 定完就是西明 他说西明的意思 乃背言此体 以此意存知更有何事 就是他以把该说的 这种人的本体 已经说得一干二净了 但陈昊与张展的 不同表现在于 西明的本体论基础 是什么 弃意义人 弃言论 所以张展提倡的 人生态度和宇宙胸怀 是以穷神吃话的 这么一种理性思考 联系在一起的 但陈昊这里 对于天理 他强调的是一种什么 绝的关系 我们刚才也讲 以绝言人 就是以个人的感受体验 人者不仅仅是把自己 看成与万物为一体 而且是把自己 与万物切实的感受 为一体 不仅是看一体 这就是前面 引文里面所说的 石有诸体 一定是实实在的 包含你自己的 所以陈昊的这种人学境界 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体验 他强调的是 不惜穷索的直觉体会 而且他认为 经过一种沉浸的修养 人就会超越 自然超越一切对立 体验到 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浑然整体之大乘 有到这种 对宇宙的直觉体会 人就有一种 较高的自觉 较高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得人之体 当万物皆备于我 就达到了什么 孔延之乐 是吧 好 我们刚才把人解释了 但是解释到后面 我们就发现 有两个关键概念 进入眼帘 这就是成和敬 据说在成号看来 在认识到人是 内在于自身的道理以后 我以天地外为一体 是吧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 借助另外两种德性 那就是成与敬 去维持人 成是中庸里面的 一个重要概念 它既表示 形而上学的实在 就英文里面的reality 也表示能理学上的 真诚 sincerity 那么在成号这里 成不仅仅是一个 应用于有情众生的 道德或者心理概念 是吧 成更重要的是一种 天之道 就是天的自然而然的 完成 它的运行 就是成 所以成号在前面 引文 他说不需防解 不需穷守 就无需做任何努力 也无需反思 到成这一步 所以成号所说的成 只是自然界事物的 一种运行方式 他说一个真诚的人 就是拙然 见其是非可否 以此我们可以把成 理解为是一种什么 知性之德 就表现在我们在 处理事物的认知 和意愿行动的能力当中 所以在成号这里 成不仅是中庸的 这种形而上学的 和能力学的维度 还获得到认识论的维度 这就是理学的贡献 理学叫讲底 成号他将成与理 之间的概念关系 做了一个阐述 他说始有势力 来有势物 有势力就有势物 就是理与物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道与器的关系 他说有所从来 有以致之物之实也 有所从亡 有以丧之物之中也 然而现在讲 夫成者实而已 成和理的核心就是实 实实在在的实 是吧 实有势力 故实有势物 实有势物 故实有势用 实有势用 故实有实心 实有实心 故实有实事 这些都叫原始 要终于而已 就是去追究 他的起源和他的根本 这就是成 就是你能不能彻底的 真诚的 坦然的 面对自己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成号在这里宣告的是 某种道德实战论的宣言 既然事物确实存在 他必然有其存在之底 在这个意义上 任何存在的事物 都是由他自身来证实的 所以成号就宣称 自然界不存在错误 或者虚构 他说叫无妄 佛教的就认为 自然是虚幻的 真正相信成的人 就相信 要肯定这个世界 世界是天理所造 就是实实在在生成不息的 怎么可能是虚幻 你说世界明明是 你每天就活在世界当中 你的呼吸 你的日用以食 都在世界当中 结果你说世界都是虚幻的 你不是虚伪 是什么呢 是吧 所以他说 事物不是人心的构造 事物的分类 也不是人的概念和分类的创造 自然物种 就是自然界本有的划分 每一种物种 都有它 区别于其他物种之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 每一事物的本性 或者理 并且据此 对待它们 就以物代物 我们就成于自然 同而就体现出成的德性 这就是为什么私意 就是那种小我 会妨碍我们拥有知性之德 你就有主干的偏见和意望 所以成是什么 在任何情境下都忠于自己 如果你有成 你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就以这种万物合为一体 这是他讲成 另外一个讲静 我们注意到 成号在这里是把成和静 是联系在一起讲的 那么静这个字 在宋明的一些兴起之前 也同样是被儒家遗忘了千年 是成号恢复了这个静的重要性 成号指出 成者天之道 静者仁世之本 静胜百邪 有静 就百度不清 我们可以看到 成号和成一都肯定静 但是他们对静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成一主张的静是什么 我们下节课讲 是内心的静位和外表的严肃 但是在成号这里 只强调静位严肃 难免失之激进 不能达到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 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成的 积极的涵养 认为要以成静存养 不需处处防紧 但另一方面 他也主张在用静的时候 要做到勿忘勿助 勿忘勿助就是什么呢 你要好好做事 但是你也不要老是 要追求个结果 包括勿正 要过分的着力去把持 老想寻求一些外在的帮助 是吧 所以孔子说叫 居促功 直是静 那么成号就补充说 直是虚是静 又不可矜持太过 是的 我们要静 但是你不能过于矜持 所以他就说 经学者静而不限 得又不安者 只是心生 亦是太以静来做事 得重 太把静当回事 所以只功不为自然的道理 故不自在 对吧 就是你光是恭敬 但是这个搞成你很不自在 所以说静和自然 必须结合起来 静就是自然 就是成 静要克己复利要功 但是又要安乐 这才是功而安 所以成号说 今至于义理 而心不安乐者 何也 此则正是 胜一个助之长 则 虽则心操之成 舍之王 然 持之太圣 便是必有誓焉 而正之也 持静你还不安乐 这说明你是持静不得法 你是太强调正 必有誓焉 而正之 这是孟子反对的 是吧 正就是什么 所以孟子主将误正 就反对你过分 有预期 过分之中效果 你就一心一意做事 但是呢 你不要坏都坏事 就是你不要 静就是静 臣是臣 你不要杂念太多 是吧 那么总之 我们可以看到 陈浩的进士充 他不希望 我们因为静的拘束 而妨碍了安乐 所以他提倡 我们做人要放开 他对他的学生谢良左说 他说 既得后便需放开 不然却只是守 陈浩与陈一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在于他们的修养方法 其实根源在于 他们追求的理想的 精神境界的不同 在陈浩看来 静为何乐 则不可然 静需何乐 就是你把这个乐 作为一个静的追求 把静作为守战 真的不行 静本身是目的 但是呢 如果你达到静的境界 你自然而然 就会有乐的效果 这才是 是吧 这样的正确的逻辑 所以理想的境界 就是静乐合一的境界 对静如果过分强调 伤害到心静的 自然平和安详 它就是不可取的 所以有一个故事 说陈浩有一次 他就在这个大厅里面 暗中去数 这个大厅里面的柱子 数了一遍以后 他就确定不已有多少根了 他过来一会儿 他心里面就开始不定了 就开始纠结 纠结他就再数柱子 就发现 怎么这次数的 跟先前数的数字不合了 这个当然就让他 就是特别麻烦 越数越数不清 他就叫他的门人过来 一根一根的 数出声音来 结果他发现 数出的数字 和他最初数的是一样的 最初数的没错 所以他这个 总结出一个道理 也就是则知越着心 把作越不定 这就是越望越住 越正越麻烦 静就是想乐 是吧 要潇洒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陈浩 他所追求的这种理想境界当中 自由活泼和安乐 是他的重要的规定 他说 冤非离天 逾越 逾越 延其上下茶叶 此一旦 子思吃尽为人处 与必有誓焉 而无正心 知亦同 活泼泼的 会得是活泼泼的 不会得是 只是弄精神 就瞎折腾 冤非逾越是表征 自由活泼境界的 一个意象 那么只要你 与物同体 勤顺信定 何乐而无把作的人 你就能够体验到 原非遗焉的 这个境界 所以 成靠所谓的 反身而成 当然是一种反思 但这种反思 并不是强迫自己 要克制情欲 去服从道德律令 而是说 要在完全自觉的 道德行为当中 去体会到那种 活泼泼的 精神快乐 当然这在诸子看来 还是有些 言容和技巧 是着了禅意 所以诸子评价说 是有点禁禅 禁乎禅 这是陈昊的这种 成静 强调成静 但是呢 成静 是与和乐 一定是 要统一起来的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陈昊 对于信的这种看法 张仔也讲信 陈昊说 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其体 未知义 就是真正中国人的 这种体 和西方的一种 本体论的体 还是不一样 你看他的体就是义 体就是指变化本身的 所以你说体本身 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 是吧 他的理就是道 他的用就是神 他的命就是人的性 这边所的体就是什么 变化流行的总体 这边的神就是具体的 运动变化 而变化所根据的法则 就是道 天所负义人的 就是性 他就 讲这种关系吧 是吧 就性 道 体的关系 那么陈昊对性的看法 是直接来自中庸的 天命之位性 性是天赋的 也就是 生而自然 既有的 因此陈昊就肯定了 生 未知 性的说法 关于他对性的一种看法 他有一长段的论述 这个论述 我就不照着 念朗院的古文 可能听起来会有点麻烦 但他意思就是什么 有几个要点 几个环节 第一个是 生之未性 生就是性 所以他说 性即气 气即性 生之未有 然后人就生了一些气柄 因为气即性 所以说 有气柄以后 就有一种善恶 有些气是善的 有些气是恶的 所以人就有什么 生而性善 生而性恶 然后他就给出了一种 水的一种比喻 水有些是清洁的 但有些是污浊的 有些是短气内污浊 有些是长眼的污浊 有些人要 让水清洋 经过很长时间 有些就很短的时间 才能给它澄清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水 是原来的水 就是这个水 先天决定 有清 有浊 但这个比喻 其实不是太好 但中国人有时候 没办法 经常会借助这个比喻 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吧 所以他说 水之清 性善之未 但是呢 你不能用清 来把浊 全部换掉 这就是 他所说的这种天命 最后他说 我们天命的目的 修信 就是叫修道 为之教 人如何去修 修信 就是要各得其分 则是教也 是吧 就是天命 为之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 为之教 教就是要各得其分 然后自天命 以至于教 无家水也 此顺有天下 而不得已 是吧 这就达到了 天命合一了 就是不争不解了 好 这是大体这句话 这段话的意思 但我们具体 有一些重要之处 我觉得是 很值得给大家解读一下 首先 这一段引文的一开始 他就强调了 生之畏信 生之畏信呢 是孟子里面的 孟子的一个 辩论的对手 告子的一个命题 就告子提出 生之畏信 当时孟子对此 是有明确的反驳的 因为孟子就认为 人之性 因为生之性 主要 生之畏信 在告子这里 主要是指在生理欲望的层面 但孟子就反驳说 那照你这种说 所有的白都是一样的白 所有的信 既然都是生之畏信 在欲望层面都是一样的 那人之性 马之性 植物之性 有什么区别 那孟子当然是讲 那人是有独特的信的 这个独特的信 当然就是孟子说 人间有四心的 是吧 什么测饮 修恶 是非 慈让等等 就是人有善性 是吧 那么程号是 接续了告子这个命题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程号对此是做了 前行的解释 因为在程号看来 所有的人性 是从器柄的角度来讲的 就是人性是在 天道生化的过程当中 伴随着人的降生而出现的 所以这样的人性 对人来说是真实和唯一的 叫做生之畏信 这种生之畏信 性加上了生 说明这个性不是抽象的 而是要与万物生化之姿的气 要相继相合 才能共同塑造现实的人性 所以性即气 气即性 对吧 另外 生之畏信 还强调这个生 也是指 宇宙 人的 和人的天人合一 就在于 人继承了天地的生生之理 而生生之理是不可见的 生生之理 要通过生生不已的 天道所创造出来的 所有事物 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周一也说 意简而天下理 得知 意就是变化的意思 你就看到变化 生生不息 你就明白 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看 生之畏信强调 一个是强调什么 生生不已 一个强调什么 现实性 性的现实性 那么 从生之畏信 在诚考这里推出 性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 这是与传统不同的 比如说传统的性善论者 他们就把恶 恶是完全看成是 人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 而产生出来的 但陈浩认为 人性是由什么 气所决定的 气有善有恶 从而人有生而为善 也有生而为恶 这样的恶就不完全是后天的了 对吧 由气并所得恶所决定的 人的先天的恶也是性 所以陈浩这里 他就以水的清浊为比喻 清水是水 浊水也是水 同理善是人性 恶也是人性 不过这是和气并结合的结果 尽管善恶都是先天结底 这个气有点像 就是太虚忌气的那个气 是吧 那么实际上 所以说陈浩这边 其实跟张宰之间 是有相互的交互的影响 陈浩在这里 其实还是取分的 张宰所说的天秘之性 跟气质之性 这个天秘之性 就是天理的层面 在天理层面 其实都是善的 为什么 生生不已 它是一个至上的东西 但是这种天秘之性 是什么 不可言说的 前面说过 只能默而食之 得去体负 那么在这段话里面 陈浩张们又说 生之未信 人生而尽 以上不容说 是吧 一说性 就不是性了 这是他说的 就是什么 他对 盖生之未信 人生而尽 以上不容说 才说性时 便已不是性的 这话应该说是 从整个这一段 引文当中 最难理解的 一句话 那他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就是什么呢 在生之未信 和人生而尽 都是有个生之 在生的层面 以上 得这种天秘之性 那就是不可道的 不可说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具体的 有形的 人和万物 还没有创生之险 你说什么 都可以 也都不对 所以在陈浩看来 孟子等人所说的 纯善无恶的性 其实只是所谓的 寄之者善 就周一面说 寄之者善 成之者性 但孟子所说的善 其实叫做寄之者善 为什么 就是继承了天的一种 天命 那是天命意义上的一种 善 天命意义上都是善 因为都是生所创造出来的 是吧 天命就是一个 生生不已的东西 所以天只以为神为道 你不能说 天生出来的什么东西 都是天的儿子 什么东西是恶的 包括天生的 什么蛇啊老鼠啊 都是善的 在天命的层面 只要他活着 就是黑格尔说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就就是 只要他被创生出来 一定都是善的 他不善不可能创造出来 这是天命之性 但是他是不可说的 但我们要理解真正的性 只能是什么 成者性也 就是真正的人性 应该说是 从成之者性的角度讲的 就是万物生成以后 就在具体事物 获得自己规定以后 我们才能谈 所谓的本性的善恶 所以孟子所说的性善 在陈浩看来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说到 作为具体现实的人的人性 他所说的 只是作为天地之理的性 而凡是现实的人性 就已经不再是 那个作为天地之理的性了 而是由器笔所决定的性 我们看陈浩的讲法 其实是非常的朴素的 他并没有从学理上强生事 我们讲强生事 明明我们就生生不已的 我们每天都在生 每天都在创造呗 你吃和拉上也在创造 但我们非要矫情的时候 我们好虚无了 好虚空了 他说天地创生万物 就是一个生生不已 既然是生生不已 万物都值得肯定 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别 那落实到我们每个人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的尊严 出身都是重要的 你不能说 某一类人可用 某一类人不可用 他之所以不可用 是没有当其实业 或者他过犹不羁 对吧 就是都有好处 天生的每个东西 天生万物都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是人容易过犹不及 超越本分 这就导致了恶 所以陈浩曾经讲过 他说天生一世人 自足了一世世 就上天相生一代人 自然就能够足够解决 一代人的所有问题 当然为什么 今天这个世界总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人 没有尽自己的本分 所以这段语文当中 他跟他们强调 人的一种本分 修道为之教 教的目的就是什么 教你安守本分 所以世界的生生不息 就是世界的本质 不需要假设 世界背后 有一个上帝实体 或者空性 这是他所说的 就是人不敬分 所以有善恶 那么弃笔之心 为什么有善恶呢 陈浩其实 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更贴切的比喻 在我看来 比这个水的比喻要好得多 他说天地之化 既是二物 必动以不齐 天地嘛 就是就像个墨子一样 他说就两三墨子 他们的墨子 齿能修得再齐 但是一旦磨的时候 一定会称之不齐的 一转动起来 就会发生称之万变 巧吏不能穷也 所以正因为天地 就是天地之间 不断地在磨 在合 最后造出来的 磨出来的这些具体外物的本性 人的本性都是不同的 所以他说 这才是就像我们这段隐文所说的 就像水一样 有些水生来就清 有些水就要 是浑浊的 有些水就马上就清了 有些人就要过很久 才能变清 这些都是人的什么 气质之性 所有万物都是从 祭祠生理者的角度讲善的 但是一道万物 自得其性 就成了 有规定 有行了 善恶就有了分别 但是 这边又要强调了 性的善恶 虽然是弃柄先天造成的 但注意 不是不可改变的 先天的东西 也可以改变 我觉得这话 其实也可以理解 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 人的基因 和后天的这种关系 教育环境的关系 是的 从短期来的 人的基因 确实是最决定作用的 但是你比如说 一大人两大人 都是这种糟糕的 这种文化环境 最后这种文化环境 你的一种生活习惯方式 又会写入你的基因 所以环境 不能说是对基因 是不可改变的 同样 器皙之性是天生的 但是不是不可改变 所以陈昊的比喻就是 浊水经过沉情 可以变为清水 人努力修养 也可以改恶为善 所以在修养过程当中 当然是理气交相胜的 就是人的理性跟意外 是吧 就是 意理跟客气交相胜 就看你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 还消长的分数 就是这种比例多少 就决定了 你是君子 还是小人 宵敬客气 就为圣贤 客气胜了毅力 就成为了一种渣子 人渣 对吧 这种客气 其实就是暂时的习气 对吧 就人的一些情感 欲望 这些都暂时的 对吧 像客人一样 所以陈昊指出 人心微微 就是人欲也 道心微微 是天理也 为经为义 所以智之 引之决重 所以行之 他对上述的 这四句话的解释 又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 去理解 他就认为前两句话 人心微微 道心微微 是指得意识 与感性欲望的交织 后两句是 就是为经为义 引之决重 是如何存天理 去欲望的一种方法 就陈昊又把这四句话 提出来以后 就是这四句话具有明确的 伦理内涵和功夫意识 后来的理学家 就经常称这四句话是 尧顺孔孟道统相传的 十六字绝 但也就是因为陈昊 大家才意识到 它的重要性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善恶都符合天理 没问题 善恶都符合天理 是吧 刚才讲的 我们知道哲学家 就算使他的概念理论体系 都要能够圆起来 我们看陈昊怎么圆的 就是你善恶都符合天理 那照你这种说 那我是恶人 我就等他恶下去算了 我为什么还要改恶从善 没必要呗 是吧 但是在陈昊这里 他强调 人还是有责任 变化气质 弃恶从善 那么陈昊给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 是有善有恶 兼天理 天理中物 须有美恶 盖物之不齐 物之勤也 但登查之 不可赐辱于恶 留于一物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人面对这种 器柄之性 反正我都是恶人了 我也不改了 就叫消极物为 那么 人实际上也就是 自动的选择了恶 而沦为一物 那你跟这种别的物 跟石头 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这是不符合天道的 生生之理的 因为生生就是创生了 人跟物的区别 就在于什么 人有反生而成的这种能力 能查自己的美恶 并且向下而行 所以论语也讲 君子不弃 什么意思 就是人不能被 环境所限制 我们之前提到 陈浩解释中庸的前三句话 天命之谓信 率性之谓道 修道为之教的时候 他说 天降世于下 万物流行 各正性命者 就是所谓信 寻其性而不识 就是所谓道 率性之谓道 那么天命之谓信 跟率性之谓道 都是人跟物都共有的 马有马的信 牛有牛的信 这就是率性 你把你的信 发挥到极致 但是 人在天地之间 怎么可能与万物同流了 天是要区分出 人和物的不同的 所以就要靠什么 修道之谓教 修道之谓教 在陈浩看来 就是专在人事 就是人最应该 关心的事情 叫人生第一等事 是吧 人可能会失去本心 所以就要恢复之 就仁义行业 这就是修之 所以到人这一步 就有修养和不修养的 一个利害相关的问题 对吧 另外 在这段话里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他说 卓德水 就是比喻恶的人性 然后呢 要使卓德水要变轻 要让它慢慢地沉淀 是吧 但是陈浩专门有一句话 他说 我使这个卓德水变轻 并不是要用清水 彻底地换掉卓水 我们从这句话 可以看到 陈浩对人性的看法 其实是非常的现实 而又务实的 就是他会认为 你试图彻底用清 来换掉卓 一定会陷入一种 理性主义的 乌托邦的幻象当中 从而会导致 更大的专制和集权 是吧 我们今天包括 红楼梦里面 就是过分地强调 清和卓的关系 结果呢 当然了 你像那个妙义 就是一节和成节 是吧 最后导致更大的 玷污 所以陈浩这么说 他当然是直接 针对佛教的 谬误而言的 在二层级的 这个第一章里面 陈浩曾经对 信仰佛教的 那个 韩池国 他的一个学生 这个韩池国的岁数 比他还大 就说 因为韩池国 信佛 陈浩就说 如说妄说幻 为不好的信 请别寻一个 好的信来 患老子 不好的信 就是说 佛教经常说 天地万物 都是幻妄的 然后呢 都是不好的信 陈浩就说 好吧 你说我们这个信 是不好的 可以 你找一个 从另外一个地方 你找一个 彻底好的本性来 你把这个不好的本性换了 你怎么可能 你想换信 才是最大的妄想 我没有批判那些 某些人想要换信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陈浩是充分肯定 人的什么 存在的合理性 这是普通人的希望 在他看来 都是有合理性的 人生的这个牵挂 人生的缺陷 你的性格 就是你的极限 它都是值得的 所以说 对于上天创造的东西 你不要给他换了 换了一干二几 怎么可能 你首先肯定他 而不是否定他 所以你不可能 从外面 去找一个什么 好的本性 来换掉我们的 生下来的这个本性 所以来布尼茨基说 这是所有可能世界当中 最好的世界 怎么讲 就是这样 人心就是有限的 但是它是天命创造的 所以陈浩说 原污烧窃 没有窃什么 你创造出来 就是你的本来的样子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是说水浑浊了 我找来清水换掉 而是说 要救浊这个浑浊 加以改变 但不是说 你要换一个性 换一个本质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对我们今天 是非常有启发 这也是澄清我们 对儒家的误解 当然儒家强调 成为圣人 我上次也讲过 其实陈浩张展 他们是充分地注意到 圣人的前提是什么 罪人 就是人的这种有限性 是吧 最后 我们讲一讲 动静接定 动静接定 陈浩最先提出来 后面像王阳明这些 也非常的强调 也是一种功夫 这一点 当然就体现出 张展跟陈浩的 一个重大的不同 张展 他曾经写信 问陈浩 他说定性未能不动 由内于外物 就是我可以定性 但是好像就是 我还是为外物所类 外物总是 我想定 但是外物好像 只能干扰我 还是没有达到 定的境界 这个确实也后面 陈浩为什么批判 张展 我们上次讲过 就说他只是一种 造道 他还没有达到 真正的圣人的节目 他可以说道 可以造道 但他本身还没办法 达到道 那么陈浩 他们就回信回答 后面道学家 就把陈浩的这篇答复 就定名为 叫做定性书 但是朱熹 曾经对他的学生 就解释说 定性书当中的定性 实际上指的是定心 定心汤圆 其实朱子的解释 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发现 定性书 他讨论的主题 其实不是我们前面 所说的性 性本身其实 为什么定不定的 天生的东西 他强调的是一种 如何通过 修养方法 实现人的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张宰认为 内心平静的主要障碍 是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 所造成的意念的动荡 而根绝外物的干扰 又是十分的困难的 我前面说过 张宰也看到人性的软弱 所以张宰虽然提出 兼体无内的圣人境界 但张宰承认 这确实很难达到 兼体无内 就是我能够是 一切打通了 以万物为一体 我就不会受到 什么万物的捆绑 但很难达到 那陈昊就指出 其实所谓的定 并不是说 我非要使内心停止活动 也不是使内心 紧紧集中于自我意识上 更不是对外物 不做任何反应 反而我们要积极的 要跟外物要打交道 前面也说过了 你怎么去 在打交道的同时 你不为外物所对 所以陈昊是提出什么 他说 夫天地之常 以及心谱万物而无心 圣人之常 以其勤顺万物而无情 这话大家记住 这称号的一个标配 叫做勤顺万物而无情 说得非常好 所以说 君子之学是 阔然而大功 勿拦而顺应 如果归归于万右之处 整天就担心 我不要受诱惑 不要受诱惑 结果你是灭于东 而生于西 是吧 那个东西总会如影随形 是吧 就意外 所以他说 以其非外而是内 不如内外两望也 就是如何达到定心的效果 内外两望 两望者 诚然无事也 无事则定 定则明 明则尚有何物 为内哉 圣人之喜 以物之当喜 圣人之怒 以物之当怒 是以圣人之喜怒 不细于心 而细于物也 是圣人岂不应于物哉 物得以从外者为非 而更穷内者为是也 就你不要再有内外之别了 所以 所以 陈浩的这两段话 是非常精辟的 他说 圣人的无情 只是没有从 私我利害出发的感情 并不是真正的绝情 他的无情是指 他情感顺应于事物的来起 这样一切个人的 主观的利害 所产生的那些失望 烦恼 苦闷厌恨 这些不安宁的心境 都可以免除 这个境界就是定性的境界 所以定不是指静不动 或者不接外物 所以陈浩说 所谓定者 动一定 进一定 无枪营 无内外 就不要排除 也不要说是无言者接受 是吧 没有内外 就是动静接定 你该干啥干啥 但是你的心是定的 你不定的人 表面上你坐在那里 闻思不动 你内心 就是翻墙倒海 是吧 那么陈浩的定性方法是什么 内外两万 他的核心是超越自我 是吧 这是陈浩自己的解释 但我觉得这个 至少在这一段的解释 我不是太满意 是吧 就是他这个方法是继承了 孟子的不动心的思想 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修养经验 比如道家说的 无情以顺有 禅宗所说的 无所助而生其心 就是强调 人虽然能可以接触外物 但不执着 不留恋于任何事物 从而就是心灵摆脱这个纷扰 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的境界 并且他始终是动中有定 是吧 另外呢 陈浩强调情感的反应 不仅要自然无知 而且要合一当然 并且要观理之是非 就是通过所以然 寻求所当然 所以他这种方法就是 一种 就是作为达到明的一种方法 以便应勿 就是消除各种杂念的影响 是吧 就在人能日用当中 可以妥贴的处理应对事物 是吧 那么定性书的这种自然顺应的 超越自我的修养方法 也体现在陈浩的这个 格物说当中 当然他也参发的不多 后面到陈浩强调 我们还会说 他说格物在置之 而置之在格物 物来则知其 就你要顺应事物当中 其实你就已经有智慧了 是吧 物各复物不亦其知 则一成不动 一成自定 则心证 史学之事也 就物各复其物 其实就前面所说的情顺万物 就以物之当喜和怒 为喜怒 这样就能达到定而不动 或者动而不定的 动而定的境界 是吧 这个境界就是无我境界 就是我们前面引用过的 以物代物 不以己代物 则无我也 所以他强调还是一种 内外和无我 但是我刚才说的 至少陈浩在这里的解释 我觉得不太满意 这个不太满意 是因为其实陈浩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比这更好的解释 就是如何达到动静皆定 我觉得比起 内外两望的无我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 说实话 有时候一不小心 确实又会流入禅中的那种方法 是吧 我觉得陈浩更为贴切可行的 而且更具社会公共性的 建构性的这么一种 定的方法 是他在另外一处所说的 他说 知之则自定 万物牢不动 非是别将各定来助知之 怎么能够到定 定的前提是知之 知之不是说我不动 不做事不是 知之恰好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知道自己的分 你就自然未定 我是扫地的 我好好扫地 这就是我的定 我现在在讲课 我就认真的备课 这就是我的定 你讲好一门课 你的心就定了 我经常发现 比如说我说 我今天我要给你们周三了 我要给你们讲课了 这时候呢 如果我在今天不好 怎么突然有一个人约我 然后我发现今天这个 完了备课不行 然后呢 我如果上课 我就没有准备好 我就自由发挥 我后面就心不安 我就不定 但是我如果今天未到这么一口 我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你看我的稿子都写得像一篇论文一样 是吧 那么我讲完以后就觉得 哎呀 我也有收获 大家也有收获 是吧 我就感觉到定 我每天如果不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 科研任务 我就觉得我不定 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什么 分类的事情 所以你不是用定帮助你指指 你去指 而是说你在指的时候 你就定了 我们在每个人社会生活当中 都有自己的角色 都有自己的氛围 我们如果能够安于自己的氛围 自然就不会扰动 自然就进了 所以这叫动静皆定 你当然要做事 所以安于氛围 其实就是安于自己的天命 活出自己的天理 这一回到陈靠所说的天命跟天理 和人的一种道德尊严之间的关系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讲陈寅 谢谢大家